今天来到一个工地进行学习交流 这个水池施工范围 从表层到地下十米都是黄沙 施工难度大 那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? 首先把施工范围内 所有的黄沙全部拉运出去 再从外面大量拉运红土 进行回田洒水碾压 就这样慢慢一层一层 将周围一圈回田抬高 形成长方形巨型水池 水池破度为一比三 现在所看到的场景 是经过洼机刷坡和人工平坡 就形成了漂亮又平整的样子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不要忘了加个关注点赞 谢谢 内容 现在是想让到这里 似乎用最大的 服用 人工资格 因为 人工资格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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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